換個角度來想說把你們丟到其他的地方去 然後不要帶東西 然後下班回家沒有人虧屬感 因為平常上班壓力其實蠻大的 然後你回到家就是想放鬆 然後一天上班大概是十 因為我是有正職工作加兼差 然後一個禮拜上七天班 所以你回到家你就是想放鬆 你只是把他丟到一個旅館裡面去 然後前兩天可能還好 可是我覺得陸續接下來可能心理上面會有一點影響 所以這幾天工作有沒有受到影響 我還是照常上班 因為要薪水 那你如果是請試駕或是什麼什麼駕 他是不資心的嘛 你也不能去強迫業主說一定要資心 你會不會覺得政府應該要在大直 讓你們做那個租屋補貼 你們還不用跑到這邊來 我覺得這種細節來講要想的長遠一點 不是只是說因為是受災戶就一直要錢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 嗯 換個角度想啦 對啊對啊 我常問的是說你的工作啊 或者是你的行程啊 會不會因為受到這個 現在還要來住旅館 會不會覺得說就應該讓你在你的住家附近租屋 然後給你租屋補貼 這樣對你們會比較方便 離住家其實算蠻近的了啦 沒有沒有到還好 嗯 想問當下有帶什麼東西出來嗎 是不是蠻近的 大叫的時候下去是沒有帶東西的啦 對 嗯 那我可以問一下 因為現在這個機台 它這邊態度是蠻消極的 那這樣對你們住戶來說 是不是光顏蠻差的 嗯 怎麼說 因為我的想法比較不一樣 就是當大家再去 不是我要講嗎 當大家再去打擊機態的時候 我反而會站在機態的角度想說 機態現在想要幹嘛 然後想要怎麼樣 然後自己曾經也是餐廳的老闆 所以我也會知道說是那個 當一個老闆說想的東西會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樣 那你覺得機態現在怎麼樣 嗯 當然 依這個社會的氛圍來講 你推一個出來 那個人就一定會一直被攻擊啦 那他是需要一個背後的團隊 然後去幫助他去解決這些事情 我是這樣覺得 那有想說你這邊造成的財損 你就有怎麼辦嗎 因為他們一直都沒有輸 我是不打算 就是 對他們有什麼期望啦 我是覺得說可以拿多少東西出來 就拿多少東西出來 嗯 你在這邊出了多久 那你這次這樣spicer大概多少錢 你有大概股份嗎 有股大概40多吧 40多到50 然後住了一年多一點點 是買的嗎 沒有租的喔 希望趕快回來住這樣 當然回到家比較舒服啊 會擔心安全問題嗎 應該我們那邊還OK 我們那邊應該還不至於啊 我們那邊比較不是靠近這邊 是靠近那邊 在後面那邊 後面那邊 進去看喔 整個結構都在完成的 整個結構都在完成的 整個結構完成當然可以快點進去最好 那房屋有軍列的情況嗎 進去看還是 暫時還是沒有看到啦 後面魚肉是不曉得 對不對 那剛剛那個 郭鎚那邊講說 入未來的機會 就是希望說 後半都更 其實包括周圍有危險 可能都會 可以進去 當然啦 當然是條件問題啊 對不對 你的條件 他們不懂什麼都更 為什麼 我房子好好的 為什麼要都更 對不對 對不對 會有意願嗎 如果未來 當然他條件 條件預貨 當然意願就高啊 他也沒有預貨 什麼 什麼 什麼去談 對不對 所以要請 鎮商他想要賺更多 當然喔 當然不可能條件 換很好給你啊 是不是 我們那邊沒有什麼損耐 應該要 應該要不曉得 前面那邊損耐比較厲害 當然那邊要去談 我們那邊沒有什麼損耐 今天要求怎麼北上應該要 應該有困難 謝謝 謝謝 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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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商 一些忍耐 工人 非常認真 謝謝